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。 女生如果是按摩,撞到男技師真是特別要醒神。 去年台灣高雄有一名29歲的女子去到按摩店放鬆筋骨, 誰知在身後面傳來一種叫家明的味道, 女子轉身見到男按摩師扮到若無其事, 還用熱毛巾抹屁股, 女子直覺懷疑自己被人非禮, 於是報警後來警方就在女子底褲裏驗出金性男子的精液。 這名按摩師還在說謊, 還說早上發現自己夢懷沒有換底褲, 根據台灣媒體的報導, 這件事發生於去年4月21日晚上9時多。 這名29歲的女子當日在高雄市古山區某一間連鎖經營的按摩店消費時, 由42歲的姓金的按摩師跟她做一個服務。 這名女子穿了浴袍, 只穿著底褲半裸趴在按摩床上, 背部赤裸朝上。 而這名男按摩師首先就是這名女子的大腿附近開始刮沙。 怎知進行到一半, 這名女子發現除了刮刀之外, 還有一個硬硬的不明物體一直在她身上來回磨擦, 她當時覺得好奇怪, 但就沒有即時向對方反映, 沒多久了。 在床上的女子突然之間聞到身後有所謂的嘉明味道, 就不是精油味, 而她要轉身看的時候, 金姓的男子就拿一條熱毛巾去幫她抹屁股, 下面還腫了一拋。 這名女子就當場執問這個姓金的男人到底在做什麼, 那這名按摩師當然是否認, 跟著這名女子就懷疑自己是被人非禮, 於是就拿電話出來報警。 警方趕到現場, 那這名女子就拿了自己身上穿的底褲, 就被自己疑似給性金的男子噴精, 然後警方介入調查, 警方就將這名女子的內褲送去檢查, 果然驗出了有精液反應。 同同同性金的男子DNA相符。 高雄的地方法院檢查處偵查時, 金姓的男子就否認罪行, 亦是找理由, 還說自己當日早早夢懷, 沒換底褲就去上班。 她說那些精子可能是透過她穿的透氣輕薄運動外褲, 輾轉傳過去, 亦都可能是她的尿液裏有精子不排除, 是苛尿時尖到上手, 再用手按摩時, 將精液污染到女子的底褲裏。 這個法官就翻看女子的底褲, 發現只有左側的屁股地方, 是驗到有金性男子的精液反應。 如果是這名金性男子, 她手沾到自己的精液再按摩, 不可能只有單一部位, 是驗到出來的。 所以她認為, 金性男子的說辭和常情不符, 就不採用她的說法, 就認定了這名金性男子趁著按摩時自衛射精, 去到女子大腿根部, 就判了她是乘機灰鎖罪, 就判刑一年的, 可以上訴。 這個新聞發生在台灣, 如果大家去到看摩都要小心, 當然啦, 這些情況我相信不止台灣有, 其他地方都一樣有。 今集同大家看到理由先,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? 下篇留個言, 我們下集再見啦, 拜拜!